啊 我不是那次 我好舒服 我好舒服 对不起对不起我帮你擦干净 他完了呢 竟然弄脏了女模头的鞋 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女模头转线啊 女好帅啊 啊真的不要买了一块钱买了 不愧是金贵书吗 两个人站在一起太洋艳了吧 好你们早餐啊 可是我牛奶过敏 你什么时候牛奶过敏了 我以前要是哪天忘记带牛奶 还要被你骂呢 对不起啊我忘了很多事 没事先走吧 麦 妹妹以后重启你的人生吧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班新来的转学生 助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叫凌薇以后请多多关 怎么会 怎么了 呃 请多多关照 麦穗后面有位置你去坐吧 麦穗 你知道我在学校遇到了什么了吗 跟麦子长的一模一样的人 怎么还对他念念不忘啊 微微你别忘了你为什么转学的 学校已经查明 鉴于这段时间你对麦子同学的伤害 建议你还是转学吧 他害坏了吧 又不是他之前的那个习夫麦子 也不是 不是说真的不是我拍给你看 你在干嘛 没没事 嘿啊 吓死我了 啊 管理找死的 你想我来这干什么啊 你不是忘了很多事情吗 这里可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我生你不买蛋糟你买这干嘛 我看到你这是用鸡蛋和面糊做的 生日怎么少得了生日蛋糟 哎 你没事吧 你脖子上的疤呢 烦死了 留疤了 哈哈 叫你去爬树 这下脖子上留疤没人要了吧 管你你 什么疤 你真的是卖碎吗 卖心疼 你什么时候牛奶过敏 我忘了很多事 卖脆和麦子长得一模样的人 什么吧 你真的是卖脆吗 可能前段时间就要手术去除了 我也不知道 先走吧 嗯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 麦思维你怎么用右手写字啊 你不是左撇子吗 是吗 麦思同学打扰一下 我刚转来 露下了太多进度 你的笔记本可以借我一下吗 哟 在这装什么好学生啊 你这种肖下来的学的会吗 就是啊 听说他转学就是因为欺负同学 这个先给你吧 其他的我整理好再见你 谢谢 这个机器 这笔记 喂小雅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今天上学我要拿到麦子的笔记本 麦 睡 怎么了 微微 果然是你 你干嘛 什么卖碎大小姐啊 就是一个臭卖一道 害我准备到这个鬼地方 还想跟我一等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会承认是 自个不一样吗 说 我要是把你之前在学校的事情 造势着你的人 我还会把你当大小姐 你说这个是吧 有什么 伸致的是 你敢伸出去些些 然后如果有点 是 是 你 大千我一百万安全 爸快跑 人呢 终于甩掉了 面试 我总裁这是第十个面试者 是我介绍一下 啊我喜欢喝酒泡吧 最不擅长照顾人呢 先走了 等一下 不跑了 不是啊我就是 也兴许吧 也不是不行 你等我一下我去买瓶水 那种 于是吧 也没 算了都能遇到情人 嗯 提也 哟 离开我以后 只能找个这样的 顾总 好久不见呢 那也比你好一万倍 我要结婚了 你会来 你还好意思送请柬 跟顾总在一起的时候 人家送房送车送股份 现在他腿受伤了 就立马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要脸吗 我总不能守着一个站不起来的人 过一辈子吧 我们过种哪都好 就是看人的眼光太差了 这些能看得上你 你一个小蜈蚣 有点什么事 你 这是我未婚妻 他的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 先走了 拜拜 总算是出了这口恶气 你是不是旺瓜胡子了 家里T恤刀不方便携带 最近又忙着加班 没时间会见 你等等 还好 找我准备 这520限定礼盒送你 你说 送男性朋友什么礼物啊 男性朋友还是男朋友啊 哎呀快说 好啦 不闹你了 飞科出了一款520限定礼盒 嗯 这是飞科太空小飞蝶T恤刀 小飞蝶造型独特又有个性 而且轻巧便携 之后你出差工作的时候 也能带着他 轻便就合适 而且我听很多人说 男人的第二把T恤刀 非他莫属哦 眼光不错 离物我受感 可这个520是什么意思啊 晚上有宴会 你别忘了 公司都快没了 还有新型参加宴会 这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去那边吧 你没眨眼睛啊 我 这个好好吃你试试 让我 让你跟我吃 啊 你没事吧 我之前只是腿骨折了 你们真把我不管这了 三种故事把我们的资金炼断了 我们破产了什么 你和你头脚骨折 我 你还是得好吗 你还是得好吗 没想到 那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